二十亿都留下什么人呢 二十亿大概是心地比较端庄的 善良的 总是就是没有造业 造业的话是留不住的 你得要受这个果报啊 这么大一个灾难之后 人慢慢就觉悟了 人慢慢就觉悟 就清醒过来了 所有科技就毁了 所有科技就毁了 科技毁没有了 什么都没了 人要回到原始的生活 所以科技文明全没有了 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 人类过去的时候曾经有过 亚特兰提斯 这有这么一个传说 大概是五六万千之年 那个时候地球上科学技术 也是发展到最高峰 人类疯狂了 能力道德却没有了 也不相信有神了 也就是造作罪孽 要整过大地 沉到海底 就大西洋 这是大西国 整过沉到海底去了 那师父老人家 我再请问您 现在的人没有人类的观念 那他意识不到自己在杀自己的孩子 对 这是千古未闻的 大面积的这么杀孩子 一杀就是上千万 对 那古代孩子杀父母是大逆不道 对 要凌迟处死 对 现在的父女杀孩子算什么罪呢 从人伦上应该怎么讲呢 那个罪 他所受的他就已经知道了 他所受的他已经知道 对 他现在所受的叫花豹 是很轻的 果豹在地狱 就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忤逆啊 对 然后呢身体出现状况 没错 事业上有很多的障碍 对 这都是花豹 果豹还在地狱 对 对 你要想到身体各方面处的这个东西 都是这些小鬼在做碎 他有这么大的力量 对 他有这么大的力量 可不能轻视他们 对 那师傅老人家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全世界搞色情服务的这些风尘女子 她们常常堕胎 也就是常常杀人 那这些女子的数量非常的庞大 对 她们的堕胎次数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她们通过这个来赚钱 来发达富贵 一个常常堕胎杀人的风尘女子 她的命运会怎么样呢 你可想而知 她的寿命一定不长 而且死的一定不好 死的一定不好 对 不错 所以她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她是造地狱 她自己现在不相信 到地狱境界先前 她后悔莫及了 那也晚了 那晚了 那世界上有许多寻花问柳的男子 有的人花了钱去色情场所 去享乐 很多 就让很多女孩子堕胎了 嗯 那请问她们应该承受什么样的果报呢 同样的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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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你让多少个女孩子堕胎 没错 你就要 你就要今后杀人 你要偿命的 没错 你今后要偿命的 对 对